那个兄弟嘛,别人都说是好消息,我这也不知道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,反正你们期待已久的引进者雷龙,这是到了,自从养雷龙开始啊,我是从小白变成了雷龙杀手,最终成为了雷龙终结者,反正吧,就我养了多少袋雷龙,我已经不知道了,我买的雷龙,要么是把命丢在了路上,要么呢,就是把命丢在了地上,反正,五花八门,各种死, 的法都有,我就不信了,我就和雷龙杠上了,我就不信,我想不活一条雷龙,这条呢,还是我喜欢的引进者雷龙啊,这是我比较钟爱的玩意儿,我让你不开,我让你不开,气人不这玩意儿, 嗯,卖家和我说了,他说送我一条,这啥,血一血败啊,对吧,品相等会,入缸,泡缸再看,这个应该就是引进者,十多公分,这次买的不大,但是卖家跟我说,钻石上极品了,泡缸,泡缸,都活着,我天,兄弟们,我这雷龙终结者的名号,翻过来了, 我想,我想说我这雷龙终结者的名号,真不是徒有趣名,我刚把这条蛇放在缸里面,卖家送我的这条血败,翻过来了,这下他又,他又翻回来了,赶紧泡缸入缸,我估计还有救啊,趁着雷龙过温,咱们再来拆一个键, 这个键可是至关重要的东西啊,没有它,这两条雷龙得麻烦了,咱们,这个是我定制的鱼缸隔板,哎妈,这纸太难撕了,然后玩一会儿都,组装好以后就这个样子啊,撕个脚,一面两个吸盘,然后给它,给到鱼缸去,把鱼缸一分为二就可以了,哎呀,我这个脑子, 我干了一件傻子都干不出来的事,我把这个隔板的高度给定高了,本身把,准备把这个鱼缸一分为二的啊,现在,还是一分为二,反正自从拍视频开始,我就发现我离这个福布斯绑越来越远了都,这两个家伙,别说泡带过温了,泡烂了都,快点解开吧,再玩意放这里,兄弟们,我正在给它过水,然后过着过着鱼没了,在这里,他自己弄了一个闪亮登场, 我本来说把水过完,给它倒了,让它自己出来的,结果水没过完,它自己蹦出来了,你说,你说这雷龙,如果你不给它加盖怎么整,这个是配角,来,入缸,给它拿去了,把铁子完也实在太小了,我终于知道了,给我发鱼的,这位兄弟为啥给我送一条鱼了,就我这照,如果不隔开,兄弟们,哎,养那一条蛇像发不,很多朋友一直在说,说这个刚刚养一条蛇,那太奢侈了,这玩意还行啊,幸亏也隔开了, 你看不隔开两个王一气腿,哎,兄弟们,就你们看这状态,哎,我没对拳啊,这个拳试一下,我刚才没对拳,他自己趴,刚才鼓塞了都,这块不鼓了,可能刚到新环境在造势呢,然后就这品相嘛,以你们这个雷龙发烧友对这个雷龙的了解,引进去雷龙的了解,就这玩意的品相,怎么样,打个分,还有这小家伙,兄弟送的,虽然我对这个雷龙没多大研究啊, 但是我感觉他整的呀,比我帅,最主要的一点啊,我感觉我有必要,同时也有义务,为这条雷龙介绍一下,咱们前几任雷龙的悲惨遭遇,反正就是路上死的,还有生病死的,跳钢死的,热死的,冷死的,都有,更恐怖的就是,还有尸首都找不到的,反正,你爸,既然来我家了,做好心理准备,要么呢,你就好好活着,要么你提前想好,哎,怎么死,